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我要介绍夏井 其实夏井的季节应该也快过了 其实我家已经种了好几个月 看最近的情况也没有很好 不过还是有一些花朵在开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家的夏井 然后是开紫色的 紫色的花 然后也开了好几个月了 最近是有试一些开花肥 所以又长出一些花朵出来 那当然是没办法像 几个月前开得那么好 不过家家剪剪 还是有一些可以欣赏的 夏井的花真的是很漂亮 各位可以再来看一些这些 也有开几朵 可是也差不多快枯萎了 各位可以看这个 看这边很多叶子都干掉了 这些也都长得不好 这边更惨 都干了 这些可能最近都要把它铲掉了 因为它的鸡叠也算应该也要过了啦 那我到时候再来看种一些其他东西 那就是等这一些夏井开完花以后 我就再来把它处理掉了 所以目前就是门口前这个开比较多一点的花 好 各位有看到我家的夏井了 是开的也没有很多 就是过一阵子完全凋谢的话 我就要把它处理掉 那我下次蹲在路边 那好 就接受到这边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拜拜 跟花合照一下吧 哎呀 拜拜